第三次来克尔新基,第二次留宿,这次停留几天,比较久,所以选择住这间民宿,它比较家庭式,适合一家人一起住。 我在booking.com预订,去年9月已经领了11月,之后推迟到今年6月先去,民宿很好人,给我保留预订,不过由于冬天转夏天,房价升了,所以我们住了间小的房间,无需补钱。 这间民宿地点超方便,就在中央车站旁边,下机后由机场搭火车,去到中央车站后步行即可到达。 民宿附近亦很方便,旅游景点,食肆餐厅,扣物超市,一切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。 这里入住方法很简单,楼下有一个密码锁,打开个锁后有一把锁匙,然后用它开房门即可,走的时候,把锁匙放在屋内桌面,把门关上即可,全程无需接触任何人。 民宿其实是个百年建筑,楼下大门很重身,里面都几黑,个电梯是之后加建的,里面超小, 入房后发现都几整齐,两张单人床,一个餐桌,一个衣柜,两张餐椅,一个梳发椅,一个床头柜,还有挂牆电视,一把风扇,无冷气,一个无线网络路游戏,提供上网服务。 民宿有厨房,两个雪柜,一个煮食炉,一个微波炉,一个电煲水机,一个咖啡机,随具餐具咖啡粉都有。 卫生间有浴缸,厕所,洗手盘和洗衣机,这样真是很有用。 衣柜里有毛巾,厕所架上有风筒,厨房储物柜里有烫斗和吸塵机。 这道设备绝对可以支持大家过几日舒服的家庭生活。 如果大家来刻以身机会住久一点,绝对可以考虑这道。 它是三时入住,十一时退房,不过我因为班机晨早五时到,午夜十二点才走,所以民宿容许我下午一时入住和退房,真是好好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